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,国道火烧车一辆砂石车今天上午行经国道3号彰化与台中交界路段时,车头突然冒出浓烟并窜出火势,严禁司机将车辆使网路监后立即跳车逃生,整个车头迅速被大火喷噬,消防人员赶往灌旧,半小时内将火势扑灭,砂石车车头被烧成废铁,起火原因已进一步厘清。 国道7队指出,这起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发生在今天上午近9时,严禁司机驾驶砂石车行经国道3号北上杀戮交流道路段时,车头突然冒出浓烟且窜出火光,严南赶紧将车使网路间立即跳车逃生,大火轩即将整个车头吞噬,惊险万分。 国道7队,台中市与彰化县消防局都在拒报后,派员赶往现场抢救,浓烟窜天影响后方车辆行车事件,消防员部驻水线全力灌旧,半小时内将火势扑灭,为整个车头已烧成废铁。 严禁司机向警方表示,今天上午他驾驶砂石车由南投出发于前往桃园观音,脱经国道3号北向176公里杀戮交流道附近时,发现车头有浓烟窜起并有火光,赶紧将车辆使网路间并报案,还好逃得快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经消防人员与国道警方初步调查,杀石车为碰撞其他车辆,护栏及交通设施疑似基建故障引起自然详细起火原因待消防局鉴定。 国道7队大队长刘全员呼吁车辆上路前,驾驶应先行巡视物油,引擎机油,自排油,刹车油,方向机动力油,齿轮油,以及三水,冷却水,电瓶液, 鱼与刷金,确保无余后再上路,另呼吁民众若行驶中发现有浓烟窜出,应保持冷静,将车辆停靠路间带员以测安全。